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翻譯期 土石流災害的防治與監測 第二小節 土石流防治工法的機能 為防止發生土石流災害 設計過築的工程 依依土石流特性 公式過築地點地理特性 譴責適當的工程方法 根據以往經驗 土石流防治工程所期待的機能包括 1. 防止土石流發生 2. 削減土石流的流動能量 3. 將土石流轉變為土砂流 土石流跟土砂流的差別是 土石流的顆粒較粗 土砂流的顆粒較細 換句話說 2. 類似利用 3. 利用薯子霸 3. 將大石頭攔截 4. 使土石流脫水 4. 可能採用 4. 薯子霸加上燃砂霸 4. 薯子霸把大石頭攔下來 4. 燃砂霸把砂燃下來 5. 使土石流運動停止 6. 設置縮容物體顆粒的設施 7. 石頭砂燃水分離 7. 分散引導土石流 7. 以降低土石流災害科目 8. 導引土石流使它游到沒有危險的區域 1. 防止土石流發生 1. 目前雖然無法精確地預測 1. 土石流發生的時間地點 1. 發生的規模 1. 以及發生的災害範圍 1. 但大致上 1. 依據 1. 現有集水區的面積大小 1. 現有的高層地形資料 1. 以及地質種類資料 1. 水文資料 1. 松散 1. 吐沙含量 1. 等調查資料 1. 仍然可以預測 1. 潛在危險性土石流災害集水區 1. 進而 1. 可以進行 1. 預防工作 1. 若能掌握集水區面積 1. 吸闖坡度 1. 以及 1. 堆積堵殺的厚薄 1. 一定可以 1. 在土石流容易發生的位置 1. 采取適當的防止攻勢 2. 以有效降低土石流發生 2. 削減土石流流動能量 2. 依據國內外研究結果的推算 3. 土石流的流速 1. 超過 1. 超過 1. 每秒10米以上 1. 也就是 1. 每分鐘 1. 六百公尺 1. 換算成 1. 每小時 1. 超過 1. 超過 1. 每秒10米以上 1. 也就是 1. 每分鐘 1. 六百公尺 1. 換算成 1. 每小時 1. 每小時 1. 運動狀態下 1. 其 1. 運動能量非常大 1. 相對 2. 破壞力 1. 也非常強 1. 思考如何消減運動能量 1. 因當是 1. 土石流 2. 防止硬體工程規劃設計 2. 所需考量的重點 3. 第三點 1. 將 2. 土石流 3. 轉變成為 3. 土砂流 3. 由於 3. 土石流 3. 土石流 3. 固體材料的 4. 濃度很高 4. 造成的衝擊力相當大 5. 假如能設法使 5. 固體材料可以分離 5. 尤其是 5. 設法使出大力淨的鹽塊 5. 實力 5. 歷史 5. 先行成績 5. 將土石流 5. 轉變為 5. 土砂流的狀態 5. 自然可以減少 5. 災害的規模 5. 各位學員 5. 師傅還記得 5. 土石流 5. 發生了 3個基本條件 1. 要有足夠的 5. 咕嚕 2. 也要足夠的 5. 猃度 2. 要足夠的 5. 溫合 5. 溫合 5. 劇 非常容易脱水 假如能夠利用土石流容易脱水的特性 將水與土砂分離 將可增加土石流殺死之間的摩擦力 以及凝聚力 一定可以讓土石流的流動速度減緩 甚至停止下來減少對生命財產的傷害 第五點 使土石流停止流動 設法讓快速流動的土石流 在溪骨中停止下來 以避免流出溪口 對下游地區保全對象造成傷害 或者是在溪骨出口適當位置 設法讓土石流停止流動 六 收容土石流之土砂 在溪骨較寬闊的位置 或溪骨出口適當的地點 選擇沒有危險性的位置 收容土砂 自然能夠消除土石流的災害 第七點 分散土石流 大規模 大規模的土石流 可以用分流方式 使土石流擴散 分成比較小規模的土石流 以減輕土石流的破壞力 自然能夠減輕土石流災害的發生 第八點 引導土石流 將大規模土石流 分流成小規模的土石流之後 將土石流引導到 不具危險性的地區 通常是沒有保全對象的安全地帶 感謝各位學員的聆聽 本章節講述到此結束